- 公車跑路線 - 公車跑路線 好我是想樣 那今天來到我們這個公車跑路線的第二集 那今天我們這個地圖呢 是在這個山區的地圖 上次我們是在乘1的跑路線 那上次我們跑的那一集沒看過 可以點右上角資訊卡去看 那今天呢我們上次是4台車 這次是3台車 OK 那今天呢 我的車一樣是首都客運的車子 然後第二台車寫著純電公車 但是 欸 他今天那個擋住了 因為他寫的是屏東客運 可是他那個圖裝是首都客運的 這個我上次有做過 然後大家沒看過的就點上次的去看吧 OK 因為他今天那個車停的比較近 那第三台這台是新北客運的車 OK 不過 上次我們都要有詳細介紹每一台車 然後這次的車子因為都一樣 所以就沒有特別的介紹 所以大家想要看上次的沒看過的 就點右上角資訊卡去看 OK 然後我們現在先跟他們公布一下 因為 他們可能忘記了 3800 欸 又有一台車來了 不過那一台車是沒塗裝的 等一下 他跑出來了 他跑出來了 OK 我們就等他一下 我先開五輪機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他 那個 剛剛那個 上坡 上不來 所以他去 升馬力 OK 那 這一台呢 我們車子就完全跟上次一樣 那 上次這一台車很搞笑 那 大家真的就是點右上角資訊卡去看 我就不 暴露這麼多 暴露 洩露 好 我不知道 隨便 反正差不多 OK 那我們就開始 等一下 我 跟他們打一下開始 OK 好 就這樣 暴露 應該是暴露這麼多 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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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好了 說暴露比較正常 暴露這麼多 反正就這樣 今天 三台 車 不錯 另外一台不知道 後來就在幹嘛 要那個 卡住了 不要 他現在在後面 只有六個人了 趕快到下一站 不然他們也要卡住了 我今天要挑戰 用電影鏡頭來給各位看一下這一次的部分 順便給大家好好欣賞一下我的車 不過我覺得有點困難 所以我決定還是就是到站的時候再 在喬成剛剛那個樣子就好了 也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一個一個進展 但是我要罰了 我再不罰他們真的也是要卡住了 畢竟 上次三台車 因為 那個 有一個人 搞錯了 OK 我就先說到這就好了 因為我怕我 再說下去 就完全的 透露出來 到底上次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上次就三台車 OK 然後這一次是四台車 所以我怕等一下大家都會卡住 雖然我們 欸對啊 沒有 因為我們練習的時候也是 啊 超錯了怪死 因為我們練習的時候也是三台車 所以那時候就是 比較沒有怕卡住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這一次是台車 然後 卡帕肯有個缺點 就是他要搞公車 然後他東西 他那個整個路 可以彎的地方 又很窄 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麼窄 所以我整個彎過來的時候 就是一定會卡到那個欄杆 你看他們 對啊 就這樣卡住啦 對不對 我不是說車子卡住 是說轉彎的時候那個卡住 不是那兩台車撞到卡住 那兩台車撞到卡住 等一下 我動太多了 我決定Bug一下 OK 好就這樣 就這樣就好 我會順便給後面的人進站 我覺得後面這個有點貼公車站 可是重點是我也看不到後面的載客 是 後面的人 那個 人在的客 然後他們兩個為什麼要裝在一起啊 奇怪了 他們 好啦沒關係 反正不是重點 我要繼續發了 我真的覺得我要開快一點 不然他們會一直裝到 然後我們是在 欸沒有沒有沒有 欸對啊 我們剛剛不是從 欸沒有沒有沒有我記錯了 因為他有一段路很像 所以我記錯了 我們剛剛是走上面 跟那個 這邊不一樣 因為他這一段路 跟上面那一段是 基本上是 完 喔 那個草索 完全重複的那個隧道 跟那個道路 他這一區其實做的很像 就房子的部分 然後他這一區跟我們剛剛停的那個 隧道的那個地方 基本上是很像的 所以其實我剛剛有點 誤會了 對 OK喔 然後 可是他們隧道後 這邊就不一樣了 然後 哇 他們今天大家都很快喔 四台車 OK我要繼續出發了 因為我們上次練習是三台車 然後其實 基本上 我們那時候練習的時候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是 車子分很開 所以等於我只能拍到第二台車 第三台車我就拍不到 阿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就是 四台車都拍到了 阿 怎麼就超速 我練習的時候那時候超兩次速而已 阿這一次不知道為什麼超三次速了 超速三次 超三次 我上次只超速兩次而已 兩第二台車到囉 第三台車還沒到 對 不是我當掉 是真的還沒到 欸他們到了 OK那我就繼續開啦 哇 哇 欸他們都跟很近欸 哇 所以沒有就很怕撞車 所以剛剛就 整個油門一直按完全不管 OK 等一下應該是繞回去吧 我印象都沒錯的話 阿 差點按錯 等一下 所以剩兩三站嗎 兩三站 欸 這一站人比較少 OK那我們停前面一點 因為怕那個後面的人不能停站 後面的車 我想一下喔 我們公車剩一級 然後公車一集之後 我們到下一集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 我們接下來要幹嘛 因為 這一次是因為他有更新 所以我才 突然 我重新繼續拍遊戲 不然我原本是 在停更的狀態 所以我這幾次拍片的時候 都很趕 OK 然後那個 所以我們等下一集的時候 再說我們 在下禮拜的規劃是什麼 因為我們下禮拜一樣是 Papa Kids的公車 然後我們下次要拍 乘二的底圖 然後下次再跟大家說 欸 啊 有一個人還沒上車對不對 啊 算了沒關係 反正好像不明顯 喔這邊這麼多站 所以我記錯了 這邊他感覺會繞回來耶 他一路段有點重複的感覺 還是是因為他真的都做很像 所以我一直覺得也有 也有重複到 我覺得應該是做很像 所以有重複到 兩個了 等一下 少一個人呢 看他可不可以緊張 應該不行 對啊 欸對啊他們剛剛很近 喔有啦 我看到 我看到第三輪台車了 雖然剩27秒了 這一個我記得我上次也是 那個轉彎的時候卡住 因為那個轉彎角度不夠大 各位觀眾有沒有看到 完全的卡住啊 所以你看 Carparking 你們 雖然我真的 那時候一直稱讚你們 其實公車這個系統 做得很好 跟計程車那些一樣 可是你們就是 那個轉彎的時候沒有注意到 因為你們公車遊覽車角度比較大 所以你們那時候 他玩錯了 怎麼會這樣說 他在統計那個 我們不管他 先停到最上面的 最後結合點 然後那個 都是角度的問題 然後我 我有升一下 不然那個 馬力爬不上去 我第一次試的時候 有注意到 就是你們這邊 不是這邊 啊 超怕他當掉 我明明已經刪一些遊戲了 就有些我拍完的遊戲 我後來沒完 我有刪掉 可是他就是 有時候會當掉 OK 我先開五人機 然後再跟各位觀眾說一下 就是 他們那時候在轉彎 這個 這個沒問題 這個沒問題 只不知道為什麼他開這個OK 然後那個 第四台也到了 然後我要說的是 就是剛 在有幾個路 就是像 這一個最後回來的地方 跟剛剛 某幾個 地方就是 在轉彎的時候 因為 大車回轉的角度比較大 公車 公車 遊覽車 卡車都是一樣 可是他們 那時候在轉彎 不是這個啊 可是不重要 他們全部都開這個 然後這個是馬力 太低 對吧 他升到多少 他升到1453 然後他還 開得這麼卡 OK 反正就是 有幾個角度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卡帕奇沒有做修正 所以我們剛 大車的時候 都一定會卡住 那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這個 四台車都非常的成功 齁 那大家上一集 真的公車非常的好笑 我覺得要說一下 但是 因為怕那個 透露太多 你們看上一集 沒看的人 就對你們 不好意思 所以呢 大家看 這台車跑了 不知道為什麼 好 沒關係 反正就是那個 右上角資訊卡 你們就去看一下 上一集齁 那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這集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大家再見 掰掰 等一下 OK好 掰掰